好了,這一條是跨課練習7的第15題B 頁錄數指可以吸收到這兩個範圍的光 但是我們可以另一條有個根據讀圖2,我們有個數據 它在說不同波長的光可以深入到海有多深 你要看這個圖就是,原來400Nm波長的光 其實它是深入不到海底的 在0這個數字的地方 這個高度呢,其實是一個海面來的 海面 OK,海面 400Nm的光是深入,是沒有辦法深入海裡面的 OK,沒有辦法深入海裡面 700Nm的波長的光呢,都是深入不到海裡面的 它只是一碰到海水,一碰到海面 比如說我畫太陽在上面 太陽在上面照下來 在上面照下來,它同樣白色的光有很多不同的波長 OK,有很多不同的波長 那麼呢,這個 綠色 這個範圍的光是葉錄素喜歡的 葉錄素很喜歡吸收這個範圍的光 和600Nm範圍的光,拿來做光合作用 但是原來 原來這個範圍的光呢,它是深入不到海底 它可能只是深入了海底三四十米而已 再深入一點,其實就沒有穿透到海水的了 OK 所以我們就畫大約 用藍色 先用藍色 在表達中 去穿透到這個範圍的光 400-470Nm Nm 和 650-680 650-680 Nm 的光 光 只能夠穿 只能 穿越 只能穿越 可能大約是 水面幾十萬 只能穿越 海面 海面 四十米 四十米 深 去到四十米 水深 再深一點點 其實你就已經找不到 找不到 這兩款光了 這兩款光了 OK 所以既然 深過四十米 根本就找不到這兩款光 有葉綠素的 有葉綠素的細胞 根本就不會生到四十米以下 再深一點的地方 因為你根本就拿不到 你需要的光 OK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答案 他就說這些波長的光 呢 穿透不到 深水裡面 沒有辦法穿透深水 就是可能 一百米 一百五十米 是穿透不到的 所以 綠海藻 不可以在深水上 進行光 作用 綠海藻根本就不會生到 一百米 一百五十米 這個範圍 這個 這個深度 因為根本就拿不到 它需要的光 OK 另一方面 我們用 組紅蛋白 來講解 組紅蛋白 他喜歡吸收哪個範圍的光 他喜歡吸收 大約 大約五百至六百 三百米的光 五百米的光 五百至六百米的光 原來 它們有一個 很強 穿透海水的能力 就是說 好 這裡 這個深度 這個深度 OK 那就500-600 Nm 的光 500-600Nm 的光 可以 穿越深的水 可以穿越 海面 海中 教 深的部分 深的 人 部分 OK 例如 它可以穿越到150米深的 它可以穿越到海中間 最深的地方 所以 如果有組紅蛋白的 有組紅蛋白的細胞 有組紅蛋白的細胞 它可以生得深水 都仍然拿到它需要的波長 都仍然拿到它需要的各種光 令到它可以 令到它可以 在深水當中 依然有效地進行 方法作用 OK 這樣講解 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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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李永師知道什麼嗎 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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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明白了,接著李詠兒,你試試簡單口說給我聽 簡單,就是剛剛好生在那個位置,然後那些肛都是剛剛好照射到那個位置,所以它就吸收到 不是照射到那個位置,是講著,是講著,組紅蛋白所吸收的光,所吸收的光是這個波長 而這一款波長呢,是特別能夠深入水,可以照到好深水都還可以穿越到的 所以,組紅蛋白,或者紅色的組類呢,就可以生得好深水的地方了 相反,綠色的組類,綠組啦,綠色的組類,只可以吸收到 只可以吸收到這一類的光,光有很多款的,有很多種顏色的 原來這兩款光呢,根本就不能深入到海面 這兩款光根本就深入不到海面,如果你深入不到海面的話 即是說,可能你生在海面大約十幾二米深,你就可以吸收到這種光 如果你生到50米,100米呢,其實綠色的海藻已經是 吸收不到任何有用的光了,是吸收不到的 所以做,沒有辦法有效地進行光合作用,所以就 生不到了 好 大家參嘗一下 拍了影片,你可以回去聽到一會兒,真的很開心 好,下面 先看看 回到一些 人類的地方 第十七題,你問你的是 我們說的胰島素在身體裏面有很多 效果 胰島素在身體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例如第一個效果 為什麼吃了很多碳水化合物之後 吃了很多碳水化合物之後 會導致生了很多脂肪出來呢 OK 碳水化合物,你想像到其實是葡萄糖的地方 這樣進來 生了很多脂肪,脂肪是什麼來的? 脂肪其實是金油三脂 最終點是金油三脂 你就去講解一下 為什麼進入得多了 就會多了金油三脂 跟著流程圖去解 OK 就是這樣 那我試試問一下同學 先 問一下同學 你會寫到哪些條件 我想問一下四分 你會寫到什麼出來 是 為什麼多了葡萄糖 就多了金油三脂 不會就這樣說 轉化了過去 那就算 有很多東西可以寫的 首先 吃得多碳水化合物 葡萄糖水瓶如何 血糖水瓶會 吃得多碳水化合物 血糖水瓶就會 血糖水瓶會升高 是 胰島素水瓶也會 會升高 胰狀探測到 胰狀探測到 血糖水瓶上升 於是會 產生更多胰島素 胰島素 胰島素刺激哪一個步驟呢 加好放在哪裡 加好放在哪裡 由葡萄糖轉化為 什麼是一個加好的狀態 如果你說胰島素多了 好 胰島素刺激哪個步驟呢 好 胰島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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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整個步驟就是葡萄糖轉化為金融三支而已 那葡萄糖哪個位置是有一個加好的戰爪在這裡 受宜島素所刺激的? 那個以什麼普梅A? 月仙赴梅A,你不是學過嗎? 月仙赴梅A OK 由葡萄糖轉化為月仙赴梅A是受到宜島素刺激的 當你宜島素水平上升了 所以這個刺激也會增強了 OK 我們將更多的葡萄糖轉化為月仙赴梅A 然後月仙赴梅A多了 為什麼會多了金融三支? 這個交號還在哪裡? 我明白它又轉化成一個脂肪酸 對 更多脂肪酸也是更多的金融三支 你可以轉化為更多的脂肪酸和金融三支 直接寫 OK 所以就有更多金融三支 存在脂肪組織中 金融三支是脂肪來的 金融三支是脂肪來的 OK 好了 我現在試一下 和你寫一下 你答題方法 剛剛說了一堆東西 那怎麼寫到四分呢? 四分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消化吸收 那個碳水化合物 還沒有跟葡萄糖似的 由碳水化合物至到葡萄糖 譬如由澱粉至到葡萄糖 中間有一個消化和吸收的過程 OK OK 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 被消化為大量葡萄糖 葡萄糖 OK 被小腸吸收之後 可以寫清楚哪個部分吸收 被小腸吸收後 血糖水平就會升高了 因為入了血 入了血是第一分 血糖水平上升 我之前所說的技巧就是 你試試 你試試一張 咦 大家還沒看到我打的字 是嗎? 還沒看到我打的字 OK 這是第一分 第二分 基於血糖水平上升 有什麼效果 我們通常都是摺下去的 血糖水平上升 可以引致什麼? 血糖水平上升 導致 你可以插回血糖水平上升 血糖水平上升 血糖水平上升 好 OK 第一句的尾幾顆 自己來抄回 就對了 導致下一個步驟 就是 胰臟分泌大量胰島素 好 胰島素 胰島素水平上升 胰島素又多了 胰島素又多了 胰島素就會 導致推 加速 走快點 那個 加好的箭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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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了 所以 第三點 就是 胰島素的刺激 我們都是摺下去 永遠 你看到上一句的巨尾 就是胰島素多了 我一定是把邏輯摺下去 胰島素水平上升 而倒數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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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樣打呢 怎麼這樣打呢 嘩 複雜到打不到一枝 夠 夠,夠,夠,夠 好,轉化為月仙負梅A 好,可以 好,可以 好 看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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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馬 ad 下 第四點就是所說 你由月先負媒A轉化 刺激細胞 將月先負媒A轉化為金油3G 轉化為脂肪酸和金油3G 金油3G OK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題目 我們將胰島素刺激細胞 將月先負媒A轉化 OK 這裡有四分題 你會看到這個技巧是很貼合的 第一點就是血糖水平上升 第二句是血糖水平上升的效果 胰島素刺激的效果 胰島素刺激的效果 其實是每一句的邏輯 希望有這個緊密程度的話 你就可以寫的題目上寫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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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 冯永恩第二題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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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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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2 2 胰島素原本會存在的話,它是會抑制部分的過程 例如,胰島素會抑制,我再打一個交叉 胰島素抑制的過程 如果有胰島素,你會塞住了,要先父母轉化為同酸 不能轉化為同酸 現在我們產生不夠胰島素,我拆掉這個交叉 於是,要先父母A就可以直接轉化為同酸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OK 寫給你看看 胰島素水平不足 胰島素水平太低 會導致 會導致 有幾個的,會令數個 胰島素的抑制效用 消失,或者降低 會令數個 胰島素 的 抑制效用 減弱 類似這些字眼 你應該跟著我做這麼多題目 應該有個習慣 其實我 不斷地強調 增加了 還是減弱了 我很少會說 影響 這些字 OK 第一分 會令數個胰島素水的抑制 抑制作用減弱 作用減弱 OK OK 移島素水平太低 有幾個 效果的減弱 大家看到 不斷地強調 要按出來 OK 例如 第一個概念 就是 原本金油三枝 原本金油三枝 他想下來的話 他想轉化為月仙負梅A 會被 交叉所 阻止的 會被 被人交叉的 不讓你轉化的 會被 移島素所抑制 移島素會令你 金油三枝 沒有那麼快 分解為 月仙負梅A OK 現在呢 移島素 太少了 抑制水平太弱了 於是 我們就好像 開通了這個關 令到 月仙負梅A的水平 增加了 OK 月仙負梅A的水平增加呢 於是就會怎樣 於是 另一點吧 較多 金油三枝 金油三枝 被轉化為 被分解為 更多今日三支被分解为月 先负为A 另一个概念就是 原本我们有个四坦法核物 可以转化为葡萄糖 原本有些交叉 现在没有太少胰岛素的效果 太少胰岛素就会令到四坦法核物很容易被转化为葡萄糖 四坦法核物很容易被转化为葡萄糖 于是四坦法核物的浓度就不足 太少了 四坦法核物太少了 所以四坦法核物太少 就没办法和月先负为A 合成为六坦法核物 可以吗?再说一次 太少四坦法核物 太少四坦法核物的水平跌了 下降了 不够四坦法核物 去接着月先负为A 不够四坦法核物 接着月先负为A 所以 月先负为A的数量又增加了 又积聚了 又是那些积聚的概念 我们来说也是那些 OK 所以第三句你可以这样写 第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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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坦法核物 四坦 化核物 比较 较多四坦法核物 被转化为 葡萄糖 葡萄糖 因此 四坦法核物 被转化为 葡萄糖 因此 四坦法核物 四坦 化核物 的水平下降 或者浓度下降 就导致了 又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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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了 就是和月先负莓A的结合就导致了 又导致了 它会减少了 就是和月先负莓A的结合就少了 綠碳化合物 減少與月先負母A 結合為綠碳化合物 因此月先負母A就會秩序 這就是一堆文字 較多4碳化合物 原本有些4碳化合物 它是比較容易貼在月先負母A 轉化為綠碳化合物 所以你可以拿少了 剩下會少了月先負母A 但是這個時候 當你不夠儀島素 不夠儀島素的時候 你就會把比較多4碳化合物 拉過去儀島素這邊 拉過去儀島素這邊 於是4碳化合物不夠 4碳化合物太少了 所以 它沒有辦法 不足夠4碳化合物 與月先負母A結合 不足夠 所以月先負母A就會秩序 所以月先負母A就會秩序 最終 最後的點就是 既然有這麼多月先負母A 月先負母A 我們會有較多 月先負母A 不斷用的字眼都是較多月先負母A 會有較多月先負母A 被轉化為 被轉化為 同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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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童孙也会积聚 需不需要时间写下 OK 下面 下面就解决一下 看大量的童孙如何影响到 如何影响到细胞的代謝 细胞的代謝 两分都是在讲解 你要把概念带到组织液 或者血液 带到组织液或者血液的pH值 如果pH值太低 如果pH值太低的话 它就会影响了 它有可能令到细胞的煤会变成 可能令煤变成 提醒到细胞的细胞 细胞的细胞 提醒到细胞的细胞 有些朋友做藥劑師那些 就要處理這個胰島素很重要 胰島素呢,是一個 胰島素是一個 會令你過多過少的量 會令到你很危險的 分享回這個 我前面有寫了部分 還有這個主記 大量同學對患者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令到組織和血液的pH值 太低了,就會變成了 B題 B題問你 如果你吃了藥劑的胰島素分泌太多 疑島素太多又有問題,真是很麻煩 OK 這堆字是我昨晚自己寫出來的 就是我在公開考試的marking scheme 它只有英文 我把它翻譯成中文 我把它翻譯成中文 翻譯成中文 所以是完全依蠻葡萄糖 供應 供應一些 的能量 供應一些葡萄糖 給它做呼吸作用 提供能量等等 是靠葡萄糖的 OK 如果你吃得太多這隻藥 這隻藥是可以刺激 這隻藥肚素分泌 太多分泌太多 它產生太多藥肚素 藥肚素太多 會令到 體細胞 即是 我當這些加好 突然變得很厲害 令到身體吸收很多葡萄糖 而且將葡萄糖轉化為其他東西 轉化為其他東西 體細胞 所以 血糖水平就會過低 就是每一個細胞都搶走 葡萄糖 入自己的細胞裡面 令到血糖水平過低 腦部反而欠不夠葡萄糖 所以 有些腦部細胞就會死亡 OK 或者它進行不到呼吸作用 提供不到足夠的能量 首先會暈 再缺醣 再缺糖 就會直接死 OK 好 那這個是對 這幾條是對於大家的 疑倒數的概念要玩得很熟 就是那個要求是 你對疑倒數不單止熟 而且你也要明白 原來有些東西 原本在抑制著它 你現在拿走了抑制 那其實是會令它 再走快點 所以這些玩法 就是它玩得很出生日法 它玩得很出生日法 所以我看到這個最後 C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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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說 如果你透過線式控制 你看到我右手邊 A-Level的 marking scheme 是長篇大量的 不是DSE 它的要求高很多 DSE不會要求你一分寫 加這麼多字的 都 很恐怖的 但是是解釋得很詳細 很仔細的 如果在線式控制到它 防止 即我們不想 葡萄糖升到太高 那就是控制二型糖尿 控制得比較好 為什麼吃大量的蔬菜 可以 可以增加到 即可以防止到 血糖水平急速上升呢? OK 嗯 讓你們說一次 先 嗯 劉家恩 為什麼吃大量的蔬菜 可以幫到手 蔬菜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特別 有些蒼人菜 對, 纖維酥有什麼特別 很多滑吃纖維 接著呢 纤维税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特点? 你看看由手边怎么写 是跟你以前的概念有关的 你以前中四学过葡萄糖 原来我们吃了大量的纤维 待会你读来读 你用口讲一次就可以用意读 会阻止血液葡萄糖吸生 为什么可以阻止血液葡萄糖吸生? 腺食纤维可不可以被消化为葡萄糖? 腺食纤维可不可以被转化为葡萄糖? 能不能消化? 既然消化不了葡萄糖 那吸收不了糖 就不会提升血糖水平 提升不了血糖水平 血糖水平不升 乙肚素会不会产生乙肚素 会不会多了乙肚素? 是的 其实这里的意思是 不会提升血糖水平 就不会刺激 咦?打不到字? 不会刺激疑脑素 不会刺激疑脏 产生大量疑脑素 这是第一个概念 另一个概念是 线色纤维辣,这个大家都没学过,我自己都没看过 可以与其他碳水化纹结合,黏住其他碳水化纹 减慢了葡萄糖的消化和吸收 令到煤没有那么容易黏在碳水化纹 所以葡萄糖就相对消化得比较慢 第三点,它有一个饱套,就是顶着你的位置 令到你没那么容易吃大量的食物 就可以减低整体的食物量摄取 OK,减低整体的食物量摄取 最后,小食多餐 小食多餐 小食多餐是说,我们每餐吃小份量 让葡萄糖吸收得少些 葡萄糖吸收的份量相对减少 令到避免了血糖水平大幅上升 OK 但是你既然吃得少的话,其实身体可能不够营养的 不够能量,不够葡萄糖 那我们就尽量缩短 这个多餐就是餐与餐之间的时间 尽量缩短一点 令到你每餐吃少两个葡萄糖 可能够你一两个钟,两三个钟 令到葡萄糖可以供应给身体细胞 都仍然足够的,而不会太多 OK 我当你每吃少食多餐 你每吃一餐可以顶到三个钟 三四个钟 这样呢 三四个钟 血糖就很饿了 血糖水平开始跌了 那你就再吃下一餐了 那我们就不断水平 有去跌低少少 跌低少少 然后你就吃 那我们就不会一次过吃大量很多食物的话 就会令到血糖水平大幅上升了 OK 那这些题目呢 这条中文版的题目呢 我上网都找不到中文版的其答案 但我尽纯昨晚自己在这里打字 然后去翻译它的英文答案出来 其实就是类似这些这样的概念 OK 我不是很想直接传这份东西给大家 直抄 但你听完这份东西 你可以去理解一下它 OK 因为这些跨课题的东西呢 对于你自己本身的概念 用会贯通是很重要的 OK OK 用会贯通了它 那我们下到下面了 身体的防御机制 那我们做到最后的那条题目 身隔热 身隔热这条题目呢 那我们试一下 安全波途径 好 好 好 刚才没写 再說一次 好,紅熱腫和嚴性反應 這題就有講解到 為什麼我們身體的防禦機制 會導致比蚊咬的地方出現紅腫和腫分開來解釋 李家寶,我想問為什麼會有紅腫和腫 這個是嚴性反應 紅腫的原因是 因為那些死了的細胞和那些細菌 是,做什麼? 就會腫 嘩,這麼快的 死了的細菌,細菌就會腫 那我就問為什麼會腫 為什麼會紅? 再解釋進去 因為 途性症,然後 白血細胞很容易走出去 打細菌 然後呢 就會 很多的細菌 然後就會腫了 OK OK的 你有個概念 比如說透性增加 下次講透性 講回哪個透性 是不是家裡的瓷子的透性 還是哪裡的透性 微血管的透性 OK 微血管的透性增加了 導致 導致 導致有更多的組織液 有更多的組織液 出了來 這個 就是在受傷的部分 或者在被蚊釘咬的部分 被蚊釘咬 可能會引起嚴性反應 會引起一些 好像一個受傷的位置 你被蚊釘咬完 這樣 是的 它的化學物 或者它這個傷口 會刺激了 微血管透性增加 OK 一分 令到更多血液 的水分 離開它 令到組織液積聚 很多水分從血液當中 離開微血管 積聚在組織液那裡 這是一分 這是總的概念 那你說 為什麼 那些白血細胞 出去打它 那些未必關係 但是也是一個好的概念 你記得 原來增加了透性 是可以 讓血管牙更容易 在那裡 你當全身是一個巴士路線 那巴士呢 更容易在那裡落下 放下更多的吞細細胞 令到它留在那裡 去殺菌 OK 留在那裡殺菌 但是不是紅種的原因 這個是解釋它 為什麼是腫 OK 腫一分 微血管透性增加 阻止你積聚 因此腫 另一分 紅 紅 紅 你看到平時 那些人怕醜 臉紅 為什麼怕醜臉紅 因為在附近的小動物 小動物類似是怎樣的 小動物呢 小動物呢 你當附近 小動物書章 其實就是 當有個圈 如果小動物書章的話呢 它是向外的 令到這個 血管呢 擴張了 再大 那個直徑再大了 直徑再大了 就令到 更多血液呢 流穿過來 走上皮 皮膚表面 該處皮膚表面的微血管 OK 增加流向傷口的血流 尤其是向微血管的血流 所以你看到 那裡有這麼多血流 流上表面 你就會看到它腫了 OK 要標明 這個概念 就是 不單止是流向傷口 是流向 傷口附近的皮膚 傷口 傷口 殼 脂肪 傷口 殼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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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流增加 血流增加 OK 凡乎你看到紅 如果你增加胃的血流增加了 其實你是看不到紅 為什麼你在表面看到紅 就是流去皮膚表面的微血管 就好像小孩子的臉紅 或者臉紅了 其實是說表面的微血管 必須要講到皮膚表面 血流增加了 所以你看到它是紅 紅腫分開解釋 OK 好 下一題 我覺得相對輕鬆一點 沒有那麼辛苦 答得 周詠欣 周詠欣 他說 周詠欣在哪裡 他說 某些細胞產生了足夠素能抗體 哪個細胞整抗體 在哪裡 哪個細胞 負責做抗體 這裡 把細胞 釋出了大量的抗體 好 我想問一下這條答案是什麼 B1這條 給你看一看 燈革病毒 就是燈革熱 B1 答到沒有 哪個細胞產生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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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加快加快 對 如果你有輸的話 可以參考回 二十二版 二十四課第十頁 的下面 周詠欣 好 好 是B細胞嗎? 是,由B細胞所產生的 你可以寫B細胞 但是B細胞會分裂成兩種 我們產生B細胞 你看這個圖這樣寫 然後B細胞會分化成兩種 究竟是將細胞產生抗體 還是記憶B細胞產生抗體 誰是負責做抗體出來的? 誰負責製造抗體? B細胞 是 記憶B細胞就是負責寄認它 下次見到可以再次作出反應 而相反 張細胞就是負責做抗體 好 它產生大量抗體 它就問你 它 登革病毒 有四種瓦型 不會說瓦型 你當作四種 有四種登革病毒 但是 如果是 可能 你感染了其中一種 你自己是對 譬如你感染了第二種 你自己是對第二種 有免疫力 你對第一三四種 其他三種 是沒有免疫力的 為什麼沒有免疫力呢? OK 看看大家怎麼表達 先 李詠詩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只是對一種 的登革病毒有免疫力 對其他沒有 因為 因為對其他 每一個 亞型的病毒 都會 有不同的抗原 然後 因為 沒有被感染過 所以 體內沒有 記憶 沒有相應的抗體 嗯 有概念 用那些字眼 可以準一點 你看到那些形容詞 最好記住 常用的形容詞 因為公開校試都會 還想找你這些形容詞 我們的免疫記憶 我們對抗 對抗 其中一種亞型 的 產生抗體的過程 具尊一性的 OK 那所以 你可以說 我這樣打字 感染其中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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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到那個概念出來的 但是 我想你用到專一性這些字眼 OK 感染其中一種亞型 亞型 先寫個原因 琳巴細胞的免疫反應 是有專一性的 其中一性神 一種雅形 臨巴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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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 只能 辨認 認 其抗原 既然它的免疫反應是專一性的 我們只能認到其中一款抗原 而不能辨認其他雅形的抗原 因為其他雅形的抗原自然會有不同 而不能 辨認 其他雅形的抗原 其他病毒雅形的抗原 所以 你認不到 比如說你感染了第二款的病毒 你感染了 登革熱 ABCD四款 你可能感染了B那款 你就只能認到B那款抗原 而另外三種 譬如A那款 C那款 D那款 這幾款的抗原 你就不能辨認 所以呢 就 產生不到一個免疫力 免疫 免疫 記憶是專一性的 免疫 記憶是一些常用的字 免疫 記憶是專一性的 有專一性 專一性 OK 所以其實這兩分呢 你寫到 當中兩個概念 可以的 上面第一句 你是寫免疫 記憶或者免疫 反應是有專一性的 第二句 去感染到其中一款 你解釋一下 什麼叫專一性 就是只能辨認 這款亞型的抗原 辨認不到其他亞型的抗原 因此就 產生不到免疫力了 好 登革熱 登革熱 我們 我們 預測的溫度和降雨量變化 等等 溫度和降雨量變化 由以前到再遠一點的時間 你見到溫度越來越熱 你見到極端降雨天數 或者總之整體降雨是多了的 多了雨水 多了溫度提升了 那麼我們參考哪一版呢 參考 然後 登革熱就是 23貨 OK 登革熱是23貨 第23貨13版 第23貨13頁 有提到 原來 清理 你的積水 譬如你降雨多的話 積水會怎樣 會令積水更容易 在周圍見到有些積水 就是 降雨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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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此 降雨量增加 降雨量增加 簡單說就是這樣 會增加 會增加 就是周圍會 積水的 積水 對於蚊來說 是有什麼重要的 原來蚊在水面 令蚊在水面 產卵繁殖的機會 亦都多了 令蚊在水面 產卵繁殖 繁殖的機會 增加 繁殖的機會 增加 OK 這裡其中一分 第一分 首先講到降雨量變化,積水增加,令水面提供了更多繁殖的地方給它們 讓它們產卵 第二點就是溫度上升 溫度,整體溫度你看到在提升 整體溫度上升,導致了什麼?導致了一些溫的煤 活性增加 通常溫度都能拉下煤 既然煤的活性增加也可以 有更多的蚊 蚊的活躍程度也會增加 令到增加了釘咬人的機會 釘咬人的機會 傳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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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點也挺沽寒的,送兩分給你 但其實我認為這題目可以寫三分 降雨量跟積水有關,積水跟產卵有關 增加了繁殖的機會 你看到它用的也是增加 用死增加的字 另外,溫度上升 煤的活性增加,令到溫更活躍 更活躍就是到處走 就會有更多釘咬人的機會 傳播病毒 整個概念都很整齊 整個概念都很整齊 直至二十世紀中葉 即是二十世紀 即是一九五幾年 一九五幾 1950年 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之處在於 特別之處在於 當時的跨國旅行比較少 但是為什麼 慢慢又可以傳播 登革熱到南美洲呢? 就是因為 東南亞的人 東南亞的人 或者非洲的人 感染了登革熱之後 他們繼續去 他們可能是潛伏期 不知道 那就繼續去旅行 去南美洲 或者周圍去旅行 OK 周圍去旅行 就令到 南美洲的蚊也 咬了你了 連南美洲的蚊也感染了 你就會 你就會 當地的人也會感染 更厲害 所以環球旅行增加 或者環球流動性增加 OK 動 或者 旅遊 增加 既然多了旅遊 流動 那就將 病毒 人 將病毒 傳到 世界各地了 我只講了長期都講了兩小時 是很複雜的,我講了三題長期 剩下的MC就是看你怎樣做 你有問題的話,我不跟你逐一解 你試一下自己做了MC 不明白的,你再問我 我幫你解釋一下 我唯一就是不想大家的長期目 不會寫亂,寫扭空去 OK 這樣呢 今天 講到這麼多 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 兩個小時差不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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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